哈喽大家好我是在旅行的巧克力 那今天呢巧克力要正式开始折腾我的房车了 车还有一些需要加装的 具体还有哪些不足呢 等一会去厂里面再看看 走吧 一起去折腾去 好吧 我现在呢是跑到房车厂里面 我以为在厂里面装 结果是在展厅那边 我又得返回去 哎我这个傻子 真的是刚开始也不问清楚一下 白跑这么点的冤枉路 走吧 爸爸现在呢是到达这边了 师傅好像已经在顶上开始安装什么了 怎么上去的呀 是你的车啊 对我的车 现在是在安装什么 四路监控 这个线全部要拆呀 没有 这个线要走啊 然后你后面你在里面看不到线的 那上面是有三块五块大的六块大的太阳冷板 哦天呐这前面全是太阳冷板 没想到全部整车顶铒满完 我见过很多房车好像还没有这种全铺的 因为有很多房车它中间都会有一个窗口 这个垫是真的完全够用够大 这些上车顶铺你就扛到选择这个位置 你们操作去了也比较方便 然后那个可以切放 几个屏幕都可以切放 它可以十分成十块 前后左右 我先是这样的 现在呢是已经装好两个了 这个小探头谁要是靠近我 这里面就能完全看得到 那这边也有一个 现在呢是在调整监控的角度 这个监控到后期就是会不会容易跑偏那位置那些 不会上面它都是四颗螺丝锁住的 不会 这个探头 完了 脚还没干 还没干 这个没有螺丝呀 就打了螺丝的 就用这个胶 胶把螺丝盖住的 不然它是细绣 这个细绣到时候它会自己跑位置吗 不会 固定死了的 固定的真的很稳的 哇塞 这些线呢 全部都是埋在这个房车板下面的 然后这上面的样子就是这样 全部贴了防水胶布 这上面敢踩吗 不敢踩 这太阳了哪 不能踩 不能踩的是吧 还有个疑问 这个排气扇这样子风得死死的 它是怎么排气的呢 这个下面呢 是这样子 打开这个盖子 哇 里面好多东西 我真怕 会不会上那种很大的坑路 给挂了 算了 意思再说吧 好吧 这个车呢 今天就只能这样子了 要等着明天木工师傅再撞个孔 把四路监控固定住 就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其他房车吧 反正闲着也没事 先看这个长安F70皮卡吧 五座 然后上面是一个深顶 建下来的话很低 具体参数我没了解啊 脚踏板 门是开在后面的 这个箱子我不知道是装的是什么 然后从这边走上去 是一个后置门 控制开关呢 在进门口 有一个非常小的冰箱 也有一个很迷你的电视机 配备还是都齐全的 然后这是厕所 但这个门 为什么两层 小马桶 等它完全降下来的时候 就这一块 到这一块 其他的全部都是可以收的 上面这张大床 非常大的一张床 这张床也是可以收起来的 但我不会收 对座非常小 这种呢 在里面我一个人是完全够用 但我会感觉喜欢大的 我感觉让我看 它就是一个车 其他的我啥也收不出来 所以我还是找他们这里工作人员给介绍一下好了 给大家也了解一下 这是一款长安凯程F70的市区 2.4T的长安机卡 配了550瓦太阳门 48伏理电的 送出来看看 这个车 我们看48伏空调系统 它这个做的很漂亮 电视 然后它是可以看星星的窗户 但是窗户不能打开 这个 而且这个床是加宽的 这个星空还做的 对对对对 星空顶 对对对对 蛮有特色的 对对对对对对 好吧 经过他们工作人员的介绍 我终于弄懂了 这是什么 一个外置厨房 还有一个热水器 这下面是一个淋浴喷头 这上面有一个星空顶 其实看起来挺漂亮的 他们介绍也是有点紧张 还是我自己来吧 2.4T汽油板 48伏200安理电 550瓦的太阳能 100的水 大概呢 这个车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通V90这一款的 看一下 这辆B型车 V90后双胎后驱 48伏150安理电 400瓦太阳能 6速自动弹 来 再看一下它的车内 其实它车内的这个颜色 我是蛮喜欢的 橘黄色 这里呢 是有一个外置厨房 这上面呢 可以放一点调料什么的 走进来 这个座椅的颜色 我是真喜欢 但仅仅就这个颜色 下面呢 是一些橱柜 这里呢 是控制系统 有一个电磁炉 洗手盆 都差不多 它这个厕所 没有马桶 没有静止 好吧 这个都是可以后期加装的 因为我估计它这个是移动马桶 这里冰箱洗衣机都带齐了的 冰箱 还是很大的 微波炉 这是空调暖风吧 像这种车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门可以向后打开 如果平时在风景很美的地方 就坐在床上 然后打开门 就躺在床上可以吃东西啊 外向外面 或者看着滴滴答答的雨 也挺惬意的 这个车的高配呢 是26万8 这个车的高配呢 是31万8 如果是标配的话 就是19万8好像 这个车呢 是33.8 来 现在 B型的 越野的 还有我的C型的 为什么会更中意C型的呢 因为它的空间感很舒适 那我们有的人呢 选择房车是看它的通过性 有的呢 是看它的价格 我呢 就是 喜欢它的舒适性 面积大 我住在车上舒服就行 至于它后期车有多少小毛病 这个每个车我觉得都会有 就是各种不同的毛病吧 遇到事情再解决就行了 因为我一个人 我平时我就比较喜欢住在 那些比较野的地方 走西战 新疆内蒙这些地方的话 都是比较荒芜的 地域比较大 所以停车我觉得应该都不是问题 我到时候也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不用担心 这就是我喜欢的车 其他啥也不说了 反正我满意就好 不用花我的钱 然后买你喜欢的车 是吧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弄好它 然后出发 当然也谢谢很多给我意见的朋友 就是有很多是带善意的提醒和各种建议 我还是非常感谢的 让我们刚刚所看的两款车相结合 跟我这辆车 你们觉得我的车怎么样呢 好吧 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